這題目有兩個兩位數 先隨便拿個例子 例如這兩個兩位數分別是4.3和2.1 然後拿著這兩個兩位數去形成兩個五位數 那什麼方法呢? 我首先在這個題目留下寫加畫的 英文版也是 加畫的意思就是按字面的理解這個數 就不是A乘以0乘以B 所以這兩個五位數呢 也就是如果拿回這兩個做例子 我首先扯一個出來 就是4.3 然後在旁邊補個0 然後再加2.1 即是43,021 然後D這個呢 我們也是這樣 扯2.1 然後拉個4.3 那是0的 那就是這樣了 那就form了這個CD了 那接下來呢 這些題目呢 就說兩個雙除之後又會怎樣 將它加加減減又會怎樣 那我們知道這條題目 要我怎樣解解 怎樣理解之後呢 我們就 接下來就可以解解這條題目了 順帶一提這條題目有個好處呢 就是連數都不用了 那因為題目給了我們 那有這個AB 那然後我們要找的東西 就是AB 那非常直接 那既然我們現在有A有B 那我們就一起看看 究竟他們 跟所謂的CD的關係是怎樣 那首先 我們要用辦法寫出CD出來 那究竟C是什麼呢 那C 原本呢 我們看回A的個位數呢 那在C裡面呢 那就會寫成1,2,3,4 那就寫成第四位 就是千位數 個位數變成千位數 那也就是A呢 在C裡面放大了一千倍 那我就可以寫成一千個A 那然後再加上B 那就是這樣了 C就可以表達成一千A加B 那然後B呢 我們又可以同樣地討論了 那看回B原本的個位數呢 那在D裡面呢 就寫成1,2,3,4 那又是第四位 就是千位了 那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一千個B 那然後呢 A呢 我們又可以討論 A的個位數 在D裡面就會變成了十位數 那在這裡再加上十個A 那D都搞定了 那然後我們看看C和D的關係 那C和D相除呢 它的相是2 它的餘數呢 就590 那也就是C呢 就可以表達成為 而D再加上590 那也就是套用下來下面代數的這個題目呢 也就是等於 C就等於兩個D再加590 咦 搞定 那第一條呢 就這樣拿完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第二個條件的 那就是A的2倍和B的3倍加起來就是72 那這個不難啦 那我就直接寫了 A的2倍再加B的3倍就等於72 那有了這兩條代數題的話 那接下來就是簡單的代數運算啦 那這個應該拿不到大家了 那解了出來呢 我們就會解到A等於21 B等於10 那這個就是這條題目的提解了 那這個沒什麼tricky 就是要找AB而已 那解了出來AB就是這兩個數 好,然後呢 我們寫回答案 那這條題目就完成了